以壓克力顏料在紅色圈紙上 才會上象徵習氣及節節高升的圖案 再由書法名家書寫上新春新希望 行筆如行雲流水 一下子一副春聯就完成 讓民眾愛不釋手 我今天寫了五幅 我要貼神明廳還有客廳還有做生意的 要給小孩子的 手寫的這個臨場感 看老師寫字的那種感覺很好 而且會很快樂 老師會幫我們編 讓大家感受到春節的到來 還有凝聚社區的大家居民 能夠在一起凝聚地方的團結 營業農曆春節將至 南投縣樂活婦女關懷協會 在議員林芳與服務處等單位協助下 首次辦理才會揮好迎新春活動 春年可寫下來年的期許 希望藉此活絡社區民眾情感 並為來年祈求平安與福氣 我們有準備差不多三百份 四個老師在這裡揮好 今年是第一次辦理 今年辦得好的話 明年再繼續辦 我們目的是給各位村民 省下買春年的一些 一些一點點小錢 還可以看自己的字 自己需要喜歡的字拿回去 還有彩繪 有春年有彩繪在裡面 很漂亮 主辦單位準備了近三百份的春年 民眾參與相當熱落 現場還擺設茶席鳳茶 讓民眾在欣賞書法文字 藝術之美之語 也能平民好茶 感受喜悅的過年氣氛 民眾除了來這邊拿春年之外 湊個熱鬧之外 還可以品嘗一下我們山上的好茶 藉由這個活動 大家能夠一起來 彩繪結合我們的春年 也是一個很創新的一個 蠻好的一個結合 希望說花開戶櫃 在過年大家都能夠拿一副春年回去 也希望說在這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夠開開心心 過個好年 書法是傳統美學藝術 貼春年則是年節的習俗 透過活動的舉辦 除了讓民眾共同感受春節歡樂氣氛 也發揚我國傳統國粹 花開戶櫃 新年恭喜 民意新聞侯一倫 普利採訪報導